陌后一个问题 是香港同学问题 本人觉得会物缠身 请问是何缘故 应如何破解 这个问题我们解答的很多 这个就是由鬼神附身 鬼神附身的情形很复杂 有些是时间很短 传递讯息 有些是呢 是自己的夜报 他来找你麻烦的 父在身上 很多年都不离开 最初 这个精神体制上不一样 年轻的时候自己精神很旺 气很旺的时候 他藏在你身体里头 他也不敢动 你也不会觉察 觉得没什么事情 到你的运摔了 体力也摔了 他就起作用了 你就感觉的时候 他有妨碍了 这种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都需要调节 要好好的来化解 要知道一切众生 与我们过去生生世世 都有关系 这一生没有得罪人 过去生中难免没有得罪人 没有亏欠别人 他这个怨恨很深 他不肯放弃 一定要来找报复 原因多半都是这样的 所以一定要是以诚意 真诚心来给他调节 所以可以问他 叫什么名字 我们在过去有什么估计 问清楚他会说 明明了之后 我们可以给他立个牌位 你不清楚的时候 你就不好立牌位 问清楚 给他立个牌位 或者是在家里 或者是在道场 立个牌位来超度他 来帮助他 希望他也能够离开卧道 也能够念佛求生净土 把冤家变成自己的同参同学 这样就好 绝大多数都肯接受 都能接受 都能够化解 所以从这个地方 也正常了我们 对于轮回 因果报应的认知 我们真正明白 这个事情是真的 那么自己 对自己的修行 有很大的帮助 厨师带人介屋 不敢跟人结院 知道结院 后面有国报 国报是 生生世世 很麻烦的事情 佛在经上讲 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讲这个国报情形 所谓是 因缘聚会时 国报还自首 所以其心动念 淫于造作 不能不谨慎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我们对一切人 其心动念都是善意 没有我意 念念 帮助众生 决定有好处 念念要是障碍别人 方便自己 麻烦很大 绝对不是好事情 去念念 成就别人 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辱 处处方便别人 真正是方便自己 处处妨碍别人 造成自己 生生世世的不如意 那就错误了 那么现在 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学佛的人 懂这个道理 但是 到事情发生的时候 为什么 他就迷惑了 大多数 他并不迷惑 面子放不下 好多面子 吃亏可大了 这是 所以 我们要真正知道 这种事情 所以这些 真正在这个 世出世间 这个求学来讲 这个学问 没有到家 你看看 古人讲的 学问身世 意气贫 你们看看 释迦摩尼佛 要不要面子 不要啊 释迦摩尼佛 不要面子 他才能普度众生 孔老夫子 要不要面子 不要 圣人 不要面子 贤人 不要面子 君子 不要面子 谁要面子 小人 要面子 所以圣贤 对于任何人 他都能够低头 所以他才达到 大众的尊敬 可见的 低头 受到别人尊敬 爱好面子 不肯定 背后受到人家批评 大众的尊敬 大众的尊敬 大众的尊敬